消息說人生醫院一個病人初步確診 他沒有外遊記錄 有可能是三個星期以來 手中本地感染 公共圖書館收起黃之鋒、陳雲 和陳淑莊多本著作 康文署說要福檢書籍的內容 有沒有違反《國安法》 那個詞語是怎樣解釋 我想從頭到尾都沒有見過 問題是現在有一條法例 鄭若驊說 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是否犯法 不能一概而論 但市民不應該以身示法 日本九州暴雨成災 一間護老院被閹罪 十多人死亡 大家好 歡迎收看十一點半最前線 我是陳書君 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型肺炎輸入個案 另外消息說 人生醫院一個病人初步確診 他沒有外遊 有可能是本港三個星期以來 手中本地感染 消息說一個59歲的男人 在今晚初步確診新型肺炎 現在在人生醫院留意 情況穩定 他沒有外遊 可能是自上個月13日以來 再次出現本地個案 而本港今天多了十一宗輸入個案 包括一個貨機機師 他獲豁免強制檢疫 回香港三天之後 看私家醫生確診 有專家建議 獲豁免的人 留在香港三天或以上 都應該留樣本檢測 郭永恩報導 新增的十一宗個案 包括一個54歲的貨機機師 他上個月11度30日 曾經去過哈薩克和土耳其 25日開始咳 幾天之後消退 回香港之後 他一直留在東涌星會的家 沒有病徵 去到星期五 向一個私家醫生求醫 確診新型肺炎 由於他是機師 豁免強制檢疫 回香港之後 只需要接受醫學監測 同住的太太和女兒 沒有出現病徵 已經送去檢疫 有專家說 豁免檢疫的人 如果留港時間長 都應該接受檢測 在短時間 例如說一兩天內 你要離開香港 很多時候檢疫 是做不到那些心學妥疫 當你那個要留的時間 是超過三天以上的時候 要保障 例如說 他自我旁邊的酒店 其他住客的安全 還有裏面 他們也可能 這些人士也有機會 在沒有監管的情況之下 都走到我們的社區 其實裏面 應該都可以要求他們 作出一個心學妥疫的篩檢 他說患者感染之後 頭一個星期病毒量高 傳播風險也都墜高 現在的入境健康申報 只是需要申報抵趕時 有沒有病徵 有機會走漏大病毒者 建議將申報擴展到七天內 是不是有病徵 至於其他輸入個案 還有五男五女 28到62歲 分別由巴基斯坦 菲律賓 印尼和美國回香港 而早前10個內地人 在迪拜到港之後 一度滯留機場禁區5天 他們完成14天隔離檢疫 全部人的檢測結果程陰盛 晚上由旅遊巴 在里河門道駕村 檢疫中心接載去機場 據了解他們會坐亞聯遊航空 回迪拜 有線綿持記者 郭穎英 公共圖書館收起黃之鋒 陳雲 和立法會議員 陳淑莊的多本著作 暫時不可以外借 或者做參考用途 據了解是涉及九本著作 一共四百多本書 康文署說隨著國安法立法 需要福檢書籍的內容是否違法 陳志榮報導 黃之鋒的著作 《我不是英雄》 和《我不是小孩》 十八前後 公共圖書館的網頁上 有這本書的全部圖書館 都顯示福檢中 如若都失敗 《我不是英雄》 是黃之鋒在2012年 反國教運動之後 第二年出版 書本簡介 寫關於游走在教會 社運的學生自白 陳雲幾本書 一樣無得借 包括香港城邦論 城邦主權論等 都是研究香港主權 立法會議員 陳淑莊這本 邊走邊吃邊抗爭 也都福檢中 簡介寫有保育 普選 遊行示威等議題 我們試過去圖書館借這本書 另一間圖書館 情況都一樣 陳雲的另一些著作 還有得借 據了解 九本書要福檢 各家圖書館 合起來收起了四百多本 當中以陳雲和黃之鋒的最多 這本書裡只是記錄 反國教運動的心路歷程 如果連那本書都說 是挑戰主權憲法 這更加證明 《國安法》根本不是影響一小撮人 而是根本上 這就等於 是真人版的圖書館戰爭 那會不會未來 在香港的公共圖書館 任何有黃之鋒的名字 的書籍都要下架呢 那香港和大陸真的沒有分別 有線理事記者 陳志榮報導 康民署回覆說 根據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 公共圖書館宣言的指引 館藏必須符合香港法律 隨著國安法立法 公共圖書館會福檢 部分書籍的內容 會不會違反國安法 暫時不會被市民借閱 至於有多少書要福檢 涉及哪些作者 康民署就沒有回答到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說 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口號 或者展示標語 是否觸犯國安法 不可以一概而論 他重申市民 不應該以身示法 至於光泛國安法的人 是否會終身喪失參選資格 他說可以這樣理解 現在梁家儀報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 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 政府解讀有港獨分離顛覆的含意 那個詞語是怎樣解釋呢 我想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的 問題是現在有一條法例 所以大家就不要再去用這八個字 去做一些違反國安法的條文 無論口號好 那個banner好等等 究竟它會不會引起 我們所說的分裂國家 和顛覆政權呢 這個就是每一個詞語去看 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不只是看那一刻那一點的事實 而是看整件事 你不是想去搞香港獨立 你不是想去分裂國家 你不是想去顛覆政權 為甚麼你要去做這些事 去以身示法呢 《國安法》生效之後 有人涉嫌藏有港獨旗次 被警方拘捕 執勤的警務人員 如果他們合理地相信 某個人是犯法 其實是法律責任要做的 當法律生效之後 條文就適用的 所以在這些情況 大家都應該不可以挑戰法律底線 以前可能某一種物品 大家平時吃或者喝的 但是原來研究過 這個已經是毒品了 政府宣佈了這個毒品 你的行為也應該要相應改變 觸犯《國安法》 法律列明會喪失參選資格 但沒有說明時限 鄭若驊認為可以視為終身喪失 在《國家安全法》的罪行 都是一些非常嚴重的罪行 就是影響到國家主權統一 領土原整 這一類那麼重要的東西 所以我想客觀來看 這個成為一個終身喪失 是可以這樣視為 這樣理解它 至於叫國光復香港等口號 會不會成為DQ參選人的原因呢 他說選舉主任會看事實 和法律原則 並考慮他是不是真誠 擁護《基本法》去決定 有線電視記者梁嘉儀報導 港大法律學院公法港座教授 陳文敏說 難以理解 為何單是叫口號展示海報 會構成分裂國家罪 又說港區《國安法》 涵蓋幾乎全世界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 韓大元就說 有關的條文並不是特殊規定 只是遵循一般通例 再有梁嘉儀報導 叫國光復香港的口號 究竟會不會犯法 政府說市民不應該以身示法 港大法律學院公法 港座教授陳文敏就質疑 但是叫口號 為何會構成罪行 牠有提到 第三十八條,列明非香港永久居民在境外干訓國安法都適用本法,幾乎等同適用全世界。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韓大員說,實施國安法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平衡人權和國家安全,又說不要盲目樂觀。 認為香港所有問題都可以解決,但是不能夠悲觀,認為國安法令香港的法治面對危機。 有線電視記者梁嘉儀報導。 內地公安部說,會全力支持指導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公務委員兼公安部長趙克志,主持公安部黨委會議那時說, 要認真學習官設港區國安法,全力保障法律平穩落地有效實施。 會全力支持配合駐港國安公署各項工作,並且全力指導和支持香港警隊止暴制亂恢復秩序。 全力防範、制止和懲治極少數人,危害國家安全的違法犯罪行為和活動, 切實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 聽到其他新聞,日本九州暴雨成災,觸發河水泛濫和山泥傾石。 洪本縣一間護老院被淹淨,十多人沒有生命跡象。 洪本縣和陸兒島縣超過20萬人要疏散。 梁翠珊報導。 九州受暴雨侵襲,洪本縣部分地區每小時錄得近100毫米的雨量。 人吉市成一片窄國。 道路和建築物被水淹淹。 暴雨造成球磨村河水氾濫,甚至有橋新被沖走。 JR九州新幹線暫停服務。 球磨村一間護老院被洪水淹淹,十幾個人被發現的時候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院內有近70人被困,部分人感到不舒服,也有人患低溫症。 各個區域的水浸嚴重,一度浸上一樓,當局正在加緊救援。 暴雨觸發多處山泥傾瀉。 在盧北丁大片的山坡塔下染了多棟房屋,有人遇難。 救援人員加緊搜救被困的居民,水浸也造成停電和斷網。 氣象廳說,溫暖和潮濕的空氣進入低壓系統,造成不穩定的大氣狀態,令雨雲大覆蓋住九州。 首相安培進三警告,暴雨會持續到星期日,呼籲國民保持最高警覺, 並且吊派一萬個自衛隊成員協助救災。 有線電視記者,梁徐山報道。 休息一會,回來會報道。 一個70歲的阿婆,懷疑待入投資和感情騙局,損失近600萬。 世衛改口說,最先是由網上得知中國爆發疫情,而不是由中方主動通報。 回到新聞時間,一個70歲的阿婆,懷疑待入投資和感情騙案,損失590萬。 警方正在追查騙徒的下落,毛孟營報道。 70歲已經退休的女事主,去年6月收到一個建築工程的推廣電話, 聲稱投資300萬,每個月可以獲得2萬元回報。 事主信以為真,向財務公司借了150萬來投資。 騙徒曾經將12萬回報交給事主。 兩個人之後發展成為情侶, 期間騙徒曾經6次上門找事主, 以結婚、官司前身等的理由, 向事主撒取金錢。 事主要變賣家產滿足要求。 騙徒去到今年3月失去聯絡, 事主直到星期四報警求助, 最終損失590萬。 今次的騙局是比較暫升的手法, 先由投資騙局開始, 再發展成為感情的騙局。 它很激怡, 它從來沒有跟受罕人拍過任何的相片, 甚至乎現金, 去做一些錢的交收, 全部都用現金。 警方指, 疑犯大約45至50歲, 正在追查他的身份, 期間發現, 他曾經帶事主去到官堂一個商業單位。 那個單位的60歲短期租客也是同黨, 為了3000元報酬, 租用單位用來行騙, 涉嫌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被捕。 警方相信今次是集團式犯案, 正是調查疑犯, 是否涉及另一宗以低息貸款名義, 騙了一個824萬元的案件, 提醒市民在收到推廣電話的時候, 要加倍流神。 有線電視記者, 毛孟營報導。 律師陳子千遇襲案, 再多一個男人被捕。 律師陳子千5月24日在銅鑼灣, 和賭路的人爭執, 給多人用遮和硬物襲擊。 警方昨天在中區一個單位, 以涉嫌協助罪犯, 捕捉了一個61歲的男人, 相信他曾經接載, 有份撕襲的人離開現場。 同案, 有另外6個男人早前被捕, 警方是以暴動和蓄意雙人罪, 起訴其中3個23至31歲的男人, 另外3個人就獲准保釋後查。 英國比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人, 最快可以在居英6年之後, 拿到英國籍。 有學者認為是好事, 除了可以令到樓價下跌, 也可以幫本港人財換血。 走之後對香港可以有很多好處。 第一,樓價就會跌下跌。 小一點的人要走足夠多才可以的, 給走3、2萬都不夠, 最好走3、幾十萬以上, 弄走一些沒用的人, 就吸引新的人才。 如果有些人走了之後, 香港也有好職位增兇了, 願意留在香港的, 又有些思想正路的香港的年輕人, 他也有空間可以升級。 世衛承認最先由網上得知疫情在中國爆發, 而不是中方主動通報。 世衛更新官方網站有關新型肺炎疫情的事件簿, 最新的版本說, 是世衛駐華代表處, 最先在武漢市衛健委網站, 見到病毒性肺炎病例聲明, 並且向世衛西太平洋區辦事處通報, 推翻了4月刊登的版本, 說武漢衛健委去年12月31日, 向世衛通報當地肺炎病例。 世衛又說, 在今年1月1日至2日, 要求中方提供病例資料, 但中方去到3日才提供。 美國阿拉巴馬州有商場發生槍擊案, 一個8歲的男生死亡。 商場外有不少持槍的警員戒備, 警方透露, 槍手在商場的美食廣場開槍, 擊敗8歲的非裔男生羅伊塔, 另外3個人, 包括一個女生受傷, 宋遠自離。 有目擊者說聽到至少錄下槍聲, 警方調查案件, 暫時未知疑犯身份、 人數及犯案動機。 看看天氣情況, 各部地區有驟雨, 晚間部分時間多云, 明天大致天情酷熱, 氣溫介乎28至33度。 現在29度, 相對濕度80%熱。 開始時刻約你, 一起看著當時走勢。 股份表現, 請投資專家逐一分析。 財經資訊台, 開始時刻約你, 一起看著當時走勢。 股份表現, 請投資專家逐一分析。 財經資訊台, 開始埋位。 大家下炸炸淋鐵版餐, 經典炸燃。 還要出街買廠, 試一下德國Emma床褥吧。 歐洲多國銷衛會認證, 德國製造, 100日試用, 不合分, 保證元銀奉還, 全港免費送貨, 立即上網訂購, Emma。 中國羽毛求命將林丹宣布退役, 和她亦敵亦友在頒獎台, 整天陪伴在她左翼的李宗偉就形容, 林丹的生涯優雅地落幕。 林丹在社交網站說, 20年國家隊生涯要說再見, 說出口真的很難, 但已經37歲, 體能和傷痛已經不再允許自己 和隊友並肩作戰。 作出這個決定, 有感恩, 有不捨得, 有不甘, 但也有無奈。 之後希望有更多時間陪伴家人, 並且尋找新的賽場。 去年退役馬來西亞的李宗偉就送上祝福, 形容林丹是他最偉大的對手。 大家都知道, 這一日會離臨。 不驚訝, 不遺憾, 為昔日的巔峰之戰感到自豪。 08北京, 同一二倫敦兩屆奧運決賽, 綽號超級丹的林丹都贏了李宗偉, 成為首位成功衛免林丹的球手。 13年勢錦賽決賽, 贏家同樣是林丹, 五奪勢錦賽林丹錦標創歷史。 16年來約奧運, 林丹就在四強輸了給李宗偉, 最後更加在同牌戰落敗。 生涯40次跟李宗偉交手, 林丹贏了28次。 一時如亮, 先後講再見。 而港隊的雙打代表謝映雪, 就認為林丹是運動員的榜樣。 林丹文報道, 在對方提出了20年, 她們有很多精彩的賽事。 所以我覺得她們是運動員的好好的榜樣。 看出的石偉雄回復正常操練 他認為自己的協調和速度都退步了 而有泳代表歐海順就說 遲些才會加碼訓練 林潘文報導 100米貝詠達奧運A標的歐海順說 暫時以自主訓練保持著體能 教練覺得你達著標 奧運又未那麼快到 不如就遲些開始加碼訓練 所以現在他就放寬給我自己去自主訓練 反而更加要自律 拿到跳馬奧運入場圈的石偉雄說 狀態仍然有待恢復 現在訓練一個星期都是練六日 正常時間 其實難是難在 體能退了很多 動作協調性、速度都有退 都需要一段長時間恢復 兩個人和另外七位的運動員出席記錄 以他們居家訓練為主題的上展 所有的作品會用作慈善用途出售 籌得的款項會撥捐給牟利機構 資助青少年參與體育活動 有線電視記者林潘文報導 日積伏賽就上演大阪打比 櫻花作客2比1贏了飛腳 白衫櫻花有門柱守護大門 魚座玫瑰士拉宮 省中人再中柱 上半場保時階段 櫻花的奧野博良同樣是省中人 但就是改變方向入櫻花領先1比0 換變後櫻花的阮橋右界禁區外競射 衝遠處入網62分鐘領先兩球 牟本宮山在禁區出手擋球 被罰黃牌兼12碼 艾迪美神巴拉加粗刀射入68分鐘 追上近一點 但櫻花都贏2比1兩戰全勝 Textra下次再跟大家見面了 Bye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